小猪认定娱乐百分百制作单位仍会接纳自己,不怕没有退路,最后极可能走向气蝶宝猪的局面。 对此电视台4日仅回应称,娱乐百分百下周正常录影,主持人黄伟静、邱峰泽及陈灵九将近棚录影,对于小猪凯乐的动向直自未提。 另据预测,罗志祥很可能在母亲节前后出现,向天下所有的女人道歉,而且很可能召开所谓的陈灌溪模式记者会。